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,我是Daisy 那之前呢,我们吃完的青面鲍鱼,然后留着这个鲍鱼壳,因为我觉得它很漂亮,所以就先放一边 最近我就想说,放在一边反正都不知道要干嘛,所以我打算要把它打磨,然后变成漂亮的装饰品 这些是已经晒干完的鲍鱼壳,然后呢,它这些表面就还是会有一些之前的海草 然后这个就比较干净一点,所以就是把表面的抹掉,然后就会透出它本来里面的颜色 我昨天打磨了一个小时,才打磨到一点点,买了一个工具,来帮助打磨的速度会变快一点 多了这个机器来打磨的时候,就觉得快很多,就连边边这个最硬的地方,它也比较容易磨得到 这就是今天的战机了 我把表面粗糙的地方全部都抹平了 所以之后就变成要再加深,抹厚一点点 然后就会变成像珍珠橙这样,这一面 就会散散发亮 我刚刚做了一个实验,我就是想要知道像边边这个位置 我到底要削了多少,它才会看到珍珠面 如果以现在这个表面来看的话,这个高度跟这个高度 所以应该预测有1mm至少,然后这边边呢 也是很明显看到整个凹下去的 所以我要磨掉那么深的地方,所以最后才会看到珍珠面 终于打磨好了,现在整个鲍鱼壳从脏脏的表面 然后到现在整个珍珠面闪闪发亮,好美哦 就会变成像珍珠面